你懂吃锅吗 你有意见吗 天然发酵的酸菜 香气淡洋 口感脆爽莫致 与充满油脂甜香的猪五花 在锅里相遇 本是最完美的组合 但你现在却用沾酱 来破坏了他们的和谐 这样就失去食物原本的美味了 再好的组合 吃多了也会味觉疲乏 所以才要用沾酱 它可以画龙顶镜 我看你是对沾酱上瘾 没有这样沾就不知道怎么吃饭 我看你是对沾酱有偏见吗 老板 再来份葱油饼 葱油饼卖完了 本来以为你对吃挺讲究的 但你懂吃锅吗 你有意见吗 天然发酵的酸菜 香气淡洋 口感脆爽莫致 与充满油脂甜香的猪五花 在锅里相遇 本是最完美的组合 但你现在却用沾酱来破坏了他们的和谐 这样就失去食物原本的美味了 再好的组合 吃多了也会味觉疲乏 所以才要用沾酱 它可以画龙顶镜 我看你是对沾酱上瘾 没有这样沾就不知道怎么吃饭 我看你是对沾酱有偏见吗 不然这样 你用我的方法吃 我用你的方法吃 怎么样 好啊 老板 再来份蔥油饼 蔥油饼卖完了 这还没什么 你用过去的